接下來 今天也是很多委員關心的事情 我們國道上面的員警 我是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結果比出身入死刑案的員警 殉職率還要高 這個是我國殉職率最高的警察 那現在這一些同仁有兩個層面的問題嘛 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說 他們應該要有的家計 現在內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是要再研議 我們是站在這個立場 我們希望說能按照 跟刑事警察比照 我們是全力來爭取的 現在有障礙嗎 嚴市長要不要上來一下 因為監委針對這件事情也多次要求改善 但是員事行政總處回函的內容是說 給他們加了 刑事警察會不會要求再加 然後或者是造成其他援引的效果 你們人事行政總處 發這種說明是在 導致人家內部矛盾嗎 我想跟委員報 我想絕對不是沒有任何這種意思 這個整個 但是柔市長 您看一下這白紙黑字 每一個字都不是我寫的 我知道 這個當然是這樣 那我們絕對沒有那個意思要什麼 造成內部的這個 但是實際上面的效果就有啊 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在處理所有待遇的時候呢 都會提醒呢 那沒有關係嘛 我們現在都不要講空話 部長說他要全力爭取 你支不支持 我想我們會務實來討論這樣的事情 就是 所以你還是講空話嘛 加級一定會處理 加級一定會處理 你支不支持 剛剛徐部長很勇敢的幫所有的國道警察發聲了啊 他全力爭取啊 那現在大家都在看 任市長您啊 您支不支持 是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先去了解 更更清楚的一些狀況 然後最後再說 可是你們了解過啦 可是了解過以後就發這個喊啊 讓大家有一點 看了有一點傻眼啊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所有在討論這個待遇的時候呢 總處有責任的一定要 盡量去了解各種 恆平的一些狀況 對啊 好啊 那我現在 再去做一些了解 再待遇市長看恆平的狀況啊 全國 各個專業員警裡面 死亡率最高的是哪一類 目前警政局給我們的資料是在國道 對啊 死亡率最高最危險的結果竟然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我想他不是沒有危險加級 所有警察都有危險加級 本來就有 只是說 過去我們讓刑事警察再多加六成 那過去在一百 我們資料在一百零 一百年到一百零五年 事實上國道是 我們很高興慶幸都沒有任何不幸的一個事情發生 那最近這兩年呢 發生那 屋裡面一直談說 因為最近這兩年 整個工作環境改變 包括因子有一些提 風險因子提高 所以我們願意呢 很務實的 就最近這兩年再繼續 我想最後的時間我也不要超過太多齁 我就請任市長看一下這個新聞的標題 殉職二十三人 國道緊肉身擋車沒危險津貼 爭取遭到人學的拒絕 這個是他們的心聲啊 你用你的考慮我了解 那我只是把他們的心聲再次的 反映給任市長聽到 我了解委員一直很關心這件事情 那個徐部長 任市長有他本位的考慮 雖然我不贊成 但是只能尊重 部長是不是可以承諾我 把這件事情認真的 提到行政院院會上面去討論 其實我們一直在跟人事總處委一直在討論 對我知道啊 但我的意思就提到行政院會上討論嘛 到時候誰贊成誰反對 大家總有一個清楚嘛 您部長很勇於幫警察爭取 大家都很感激 有你這樣的大家長 但是現在大家期待的是 這個大家長除了話聲一話 能有更具體的行動 事實上這個東西 我們會跟院長來做相關的 不是啦 因為齁 當然細部的執行上執行的 那個執行的關係 實踐的關係 我就不要再耽誤大家的時間 但是我剛剛說兩個層面 第一個 應該性質這麼危險 該給人家要加級要加級 但是我們的重點 永遠都不是說 出事再給錢 那個都太晚了 我們真正該做的事情是說 在整個藍茶上面 國道上面執行上面 他的SOP 是不是有改進的必要 可以降低那個風險 基本上是不再藍檢 用科技執法 你違規 我們就照相用CCTV取締 然後呢就開單 這個已經有 有相關的證據在裡面嘛 像這種東西 藍茶會發生危險 我跟委員來做說明說 我走遍了所有的警察局 全國 我都是在下這個指令說 要科技執法 不要按照比例原則 不要把我們遠景的生命安全 為了藍一張紅丹 然後去產生危險 我 每一個警察局都講過了 我希望 部長這樣子的指示啊 我們可以實際上面看到成效 因為畢竟過幾年以後 我們在同樣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希望看到的情況 是好的 是感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我們請 蔣乃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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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乃欣委員